2013年7月 来自全球208个国家及地区 3万多名狮子会员及家属 齐聚德国汉堡 台湾狮子会也组队前往 参加盛大的第96届国际年会 用爱突破外交困境 用扇行走遍世界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 眼前这位国际狮子会300A3区 第18届总监吴天堡 也参与了此次游行 自称平凡人的他 回台后却展开了 一年不平凡的服务之旅 没有了天地 就没有了人类的存在 道德伦理及孝道德弘扬 是我国立国的一个基本道头 因此呢 我特别在我当年总监这一年 我特别把镜片ID 德效制成这八个字 定为我们年度施政的一个执着 国际狮子会创办的目的 就是希望改变可以从社区服务开始 吴天堡总监任职期间 也不忘带领师友们 持续耕耘社区服务 如反毒宣导 鼓励捐血 糖尿病防治教育宣导 市立第一筛减 富康巴士捐赠 与举办低收入护寒冬送暖 一千多人尾牙午宴 并发送百米红包 及关怀弱势族群活动等 更特别的是 他还特别要求师友深入校园 进行重建伦理 进化人心的语录宣导及推广 因为呢 教育呢 我们都知道 教育为治国之根本 而且呢 这个血统呢 是我们国家 未来的一个主人翁 也唯有从小的奠定良好 及正确的中华民主 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来教育 未来才能够呢 联护国家 为什么要选择 要进入校园 从最基本的这些血统 来推动这个 敬天爱地 合校制成 2014年6月 筹备了将近9个月 吴天堡总监率领十人团队 带着国际理事张瑞泰 以及师友们捐赠的物资与爱 前往非洲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这项举动也获得外交部的肯定 2015年外交部NGO新春茶会上 林永乐部长 特别表扬国际狮子会 300A3区 为年度有功优异团体 贊安 贊 300A3区 贊 我们这一次 前往马达加斯加 做国际连道主义的官员 就是在发展国际关系 让他了解 原来地球上还有一些热心 这个 这个 善心的人士呢 来关心他们 国际社会的宗旨就是我们服务 所以我们透过这次 小小的见证 能够用1500件衣服 1500支的国际伞 能够推展台湾在世界 地方 让大家了解 我爱台湾 台湾在哪里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用意 30A3区 30A 当天在艳阳底下 他们一个个发送物资 给100多户贫困家庭 及1000多位贫困学童 看见民众笑容 让他们丝毫不觉的疲惫 整场热烈的气氛 连当地媒体也特别进行深入报道 同时呢 我们也把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 带进去跟他们做一个解释 我回想最深刻的就是说 当我带领这些现场的 这些非洲的小朋友 以及大人 我们一直在现场 在喊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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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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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台湾 I love you 这种震撼力让我们觉得 到现在我还是 这个记忆有存 这是一个空拳的胜利 这是一个台湾精神的代表 我们把台湾推向世界舞台 也这一次花灵灵尽致 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的爱 谈的精神 台湾的服务 因为我们期待 在第56届远东区东亚联会上 能够再次展现 台湾正名的实力 因为我准备好了 我们也做得到 台湾还可以更好 希望未来 台湾能成为远东区 即东南亚的基地 将爱循环 遍及全球各地 向世界传递 人道主义精神 站 站 站 台湾 台湾 波抬 台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